現在特別是要談Pickman Writing的Style 所以Pickman II 這個是Style 所以它就不是一個嚴格的 一定要怎麼樣的事情 它事實上是一個 你叫大家約定俗成 你這樣寫 你注意這些點 那人家會比較好讀 而這些Style的問題其實呢 也是我們的同學們常常在寫作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我明明寫的每一句話都是Grammarly correct 你們寫一個文法沒錯的句子 通常不是什麼問題 但是為什麼 人家卻要說我寫得不好 或者說為什麼人家就是看不懂 OK 那有時候事實上是你的Style有問題 Style沒有follow一個正確的Style 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一個Technical Writing要有哪些 這個Style 或者說這個Style該那到底從何來呢 其實沒有一個絕對性的東西 它跟每個領域還不太一樣 所以你是在生化領域的 你寫paper 跟我們在化學 你寫一個有機化學的paper 不一樣 其實不一樣 你寫一個 那種人文 經濟學的論文 然後那就差更遠了 OK 所以 又回來 最好的學習方式就是 好好的分析你的Model paper 好好地讀你自己領域裡面的好的配合 然後從裡面去學 那general的一些guine line general的一些guine line 或者說 我們一般來講 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我們第一個點來談 來談 appropriateguine lines appropriate 那些有時候是選擇的問題 有時候是選擇的問題 所以第一個 有時候我們在寫作的時候 決定的style 有一個要選擇的 是你是要用 Active or Passive Voice 所以你要主動還是被動 你要主動還是被動 好 那這邊的選擇呢 這其實還跟時代有關係 你假如今天在六年代 前年代可能你寫科學論文 然後告訴你說 最好都用被動式 因為被動式比較客觀 不會有問題 但是現在呢 我們會說最好都用主動 因為主動強調 這個比較明確 比較不容易出錯 比較好讀 所以這是一個選擇的問題 但這個選擇的標準呢 所以你到底要選擇Active 或者Passive Voice 我們會建議盡量用Active Voice 盡量用Active Voice 但是Passive Voice 也不是就不可能 那這個主要的原因是 Active Voice呢 是強調Actor 我不用解釋什麼是Active 什麼是Passive 就是主動被動 所以Active Voice 一定是主持動持受持 對不對 所以主持是放在最前面 主持就是發動這個動作的人 或東西 所以他強調Actor 被動的是受持放前面 他強調的是動作 他強調的是Action 他強調的是Action 所以我用一個化學的領域的人 我們化學領域講 你常常會看到人家在寫 這個Experimental Session的時候 他會用被動的事 實驗都用被動的 但是他可能回到前面的這個Introduction 或前面的Result Discussion 他又回到用主動的 所以這個是有原因的 因為實驗過程 誰做這個實驗重要嗎 不重要 因為今天不會因為我做 或是會 我做跟你做 我就做不出來這個會 但他不是這個意思 他意思是說 所以科學的結果 應該是每個人都可以重複這個實驗嘛 對不對 但是怎麼做的是重要的嘛 所以他強調Action 他會用Dice Voice 所以是強調點不同 那Active Voice還有兩個 還有問題 Active Voice到底是用I 還是Wooey 還是 所以你有時候還會看到你的Paper 那在化學的領域 用Wooey很OK 有時候你會看到這個作者 這個論文是一個Single Author 的這個Paper 一個作者他還是用Woo It's OK 我們這個領域已經很接受這件事情了 那這就是一個選擇的問題 那剛剛的I、Wooey這個東西就涉及到 這個First Second And Third Person I are the person 比如說 以前有一陣子 寫科學論文好像都要用One什麼的 我不知道你們會讀過這種Paper 我還真的讀過 不上 現在已經沒有了 現在不是不可以 但是現在基本上 不太有 這樣子寫 人類 那他們是說我要強調這個 的 客觀性嘛 所以任何人來做這個實驗 應該都要得到一樣的結論 所以我不應該 可以說是我的 你的 這些東西 那還有哪些 Stylish的Guide 假如你去 其實你要丟Paper的話 你看每一個不同Geno 每個Geno都會有一個那個Geno的Guide 你知道嗎 以後我們 課程到後段我會 秀ACS的給大家看 然後這Guide裡面就會跟你講說 我們的Title要用什麼Format 然後可以有什麼樣的Title 然後我可以分Subsession 可以分到第幾層 然後怎麼樣 這有這些東西 OK 所以這些Guide裡面還會包含 Header 跟List 跟Figures 等等等等的東西 Table 都有它的格式 有它的格式 不同它的Style在裡面 OK 那這個一樣 這個就是你在寫作的時候 你要做一個選擇 它這通常的選擇就是 看一下你 自己的領域的Paper 的這些東西 那有的Paper是有Header 比如說 有的Paper沒有Header 那 Science或Nature的Paper 它就不會有Introduction 然後 Methods Results and Discussion 因為Nature它通常是Later Later的Style就沒有這些 全部就是一個Session 那這同樣的是你要寫作之前 你要去確認你要做一個選擇 好 這邊其實我想講的是 Choose appropriate guidelines 就是你要做一個選擇 這個東西 那在這邊給大家五分鐘的時間 把你的Model Paper拿出來 然後很快的看一下 它裡面用的是Active或Passive Voice 然後它裡面用的是I還是Wi還是 就是它用的是哪個主詞 然後它有沒有Section 然後它Section的Format是什麼樣子 那這個只是讓大家先看一下 希望你們以後在看不同 用Jono的Paper的時候 同時也去注意一下 去注意一下這個Style的問題 OK 好 那接下來這個才是重點 我們等一下會回來討論你的Model Paper的內容 所以我們現在先不用太進去 先讓我把上課要講的東西先把它講完 那接下來的重點是 我在寫作的時候呢 要選正確的字跟正確的詞 所以 Choosing the right words 所以要選擇正確的字 或者句子來建構你的 再傳達你的意思 再傳達你的意思 那這邊其實是很沙透的 因為這不是只是英文字的選擇而已 其實是跟句子的建構有關係 等一下我們講一些例子 你就會比較清楚 那在這裡面 我們台灣的同學 最常犯的一個問題 就是你在選字的時候沒有specific 所以第一件重要點是be specific specific是明確的 你寫下一個句子 你的主詞、動詞跟授詞都要非常的明確 你不要讓讀者有誤會你 到底在講什麼的基礎 這個其實是我們台灣的同學最常犯的一個最大的問題 你在寫英文寫作的時候很容易犯這個問題 因為中文對這個東西比較不敏感 假如你們有多你讀有意識的去想一想 其實我們在讀很多中文的段落句子的時候 那個主詞我們不會明講的 但是我們都知道 因為中文的文字有同一個段落或一個 這一段是不同的句子 這一段裡面主詞是延續的 這樣的情況 英文不行 所以中文不會每一句話都有主詞、動詞、授詞的結構 中文不會 中文不需要 英文就不一樣 英文需要 不然就是不清楚 好 那我舉個例子 英文言 We on the plane experienced some difficulties. An engine on the plane experienced some difficulties. 你說這句話有什麼問題? 同學們想一想這句話有什麼問題? 這句話有什麼問題? 嗯? 我們改 paper 或改東西的經驗 我們的同學很常寫出這種句子來 因為我們的寫作背景很清楚 我現在就是有一台飛機 然後那飛機上面有引擎 然後那引擎就壞掉了 這有什麼問題? 英文寫作不行 英文寫作馬上 What plan? Some difficulty 什麼 difficulty? Some是什麼? 什麼? Some是一個邪惡的字 不要出現在你的論文寫作裡面 好 Some 什麼東西都是打叉叉 為什麼? 因為Some的意思就是不知道是什麼 科學寫作不應該出現這個字 OK? 好 Engine 它什麼Engine? 哪個Engine? 一台飛機上面不只一個Engine 所以以我們的背景 你覺得好像沒有問題的一句話 其實在英文寫作者 或者說你假如把它今天做成一個科技論文的話 就有大大的問題 大大的問題 那我們怎麼樣可以改善這句話? 其實我們改善這句話 其實我們改善這句話 改善這句話 改善這句話 The left engine 改善這句話 I'm the CA-411 I'm accountable I'm A-C-C-O-U-N-T-A-B-L-Y Lost power during flight 所以因为写作背景的人 用背景的人会看不懂你在写什么 你就是要乖乖地告诉他 哪一个engine the left engine 哪一个是飞机的cornet 那你就知道哪一个扳机了吗 知道这个意思吗 unline 这个飞机 那你可以说CA-411 flight 那什么difficulty lost power during flight 所以我在这边非常的这个urgently 的告诉大家 以后要写任何英文句子的时候 多想一次 多想一次这个问题 what engine what plane what difficulties 就是你写一个句子下来的时候 你上面就是哪个东西 你就问自己清不清楚 有没有specific 不够specific就要把它加进去 用来加进去去说明它 我的经验是同学们写论文或写一篇文章的时候 犯的错 50%以上都是这个问题 都是不够specific 假如你能够做好这件事情 你文章的清楚的程度马上会大幅的提升 好 那这个就是因为英文里面对于一个sentence 要有主词、动词、授词 这你们要知道啊 这是英文里面是绝对的啊 一个sentence 可不可以没有动词 可不可以没有主词 你可以用被动的没有主词 但是其实那个情况就一定是 被动被谁做的 这个主词非常明确 才行啊 或者说这个主词不重要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大家能够解决 有意识的去处理这个问题 你的写作的清楚的程度 就会大幅的提升 好 那下一个呢 是 这有个化学的 好 第二个很重要的点是 Avoid unnecessary jargon Avoid unnecessary jargon 对而且是就是专业的术语 然后可能不太有人会知道的 当然我们写作是针对一群专业的人士 你当然可以用你领域里面的东西 这跟你的audience是谁 有很大的关系 OK 所以今天假如对一般大众 你不会讲说 你不会讲说 我这里有一杯这个 sodium chloride solution right 你会说我这里有一杯 rock source solution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jargon的问题 那你对化学系的学生当然可以 sodium chloride 谁不知道什么是sodium chloride 好 所以jargon跟你的audience是谁 有关系 所以你在Avoid jargon这个点 其实是unnecessary是重要的 unnecessary重要的 在jargon的领域有时候 jargon还可以有助于我们传达 知识概念 但这边就是你要know your audience know your audience 然后你可以写到什么程度 所以什么算jargon 什么不算jargon 但是好像很困扰 怎么办 多读paper 看你同领域的人是怎么写的 好 那这边还有一个 其实我发现这几年的经验 我发现是说 有时候该followjargon 就要followjargon 不要自己 不要自己发明名词 很多化合物 这个 这个 特别是像有记很多 基本的skeleton 或什么都有一些缩写 有没有 不要自己去发明 新的缩写 你就follow旧的 ok 我写一个公式 我们用比较多公式 我写公式 公式 公式会有符号 会有符号 不要自己发明符号 就是说我要叫new 或者我叫new 我要叫有什么差 也就是有差 也就是有差 专业看起来就是不一样 所以这边另外一个是 另外一个反面 就是我要avoidjargon 但同时 我要follow每个领域里面 约定俗成的符号 以及约定俗成的一些名词 动词 那这样才能够比较顺利的 跟大家沟通 ok 所以on the other hand if necessary use jargon 那这个avoid 这个叫做wordy phrases ra sorry phrases 那这个应该讲就是 很应该是就是蛮清楚的 对不对 好 那有些意思角能够用一个这个 一个字来代表它 你就不要用多余的字去说它 有时候特别容易出现的是说 有些没有必要的片语 或没有必要的前缀词 这个 it is easy to say brabrabra 你就just say it 前面那个就不需要 特别在科技写作的时候 特别是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举个例子 这我们举例子来讲好了 比如说这句话 i am of the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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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in regard to i regard e g a r d to profit achievement P-R-O-F-R-A-T 這真的 寫得很累 I-E-V-E-M-E-N-T In regard to profit achievement the statistics the statistics S-T-A-T-I-S-T-I-C S-P-T-A-I-N-I-N-G 沒有,這寫得真的很誇張 to this mouse to this mouse to this mouse will appear appear 多好 th-I-C-I-T-I-I-N-U-R-A-T-E-N-T-E-N-C-Y 寫得很累 因為他非常地我理 他就是話都不好好講 都要造個圈圈來講 所以你看寫這麼多字 但是I am of the opinion 這是什麼 這是I think 根本不需要這個 這都是think啊 對不對 I think that the statistics pertaining to this month 這不就是this month's statistics 所以這個用of就好了 然後什麼upward tendency 這個就是increase就好啦 對 所以這appear to indicate an upward tendency 這其實是increased啊 increase 然後中間插進來這個領域情報 in regard to profit achievement 這是其實真正重點 真正重要的這個profit 這個啊 所以這個increase in profit啊 所以你可以該寫什麼 然後I think I think the statistics of this month will show an increase in profit ok 這麼多字其實呢 三分之一的字就夠了 三分之一的字就夠了 那這個就是你要avoid all the crisis 好 那我們這有練習 待會會會用投影片 還有等一下有一個quiz給大家練習 這很快 這很簡單 所以我們就不再多說 待會直接練習就好啦 好 那接下來其實是比較小的問題了 我把這個插掉再繼續講 所以這邊等一下 其實在hand out 上面就有這個表格了 有的同學好像有印出來 就有一個說哪些是wordy的place 然後你要用什麼樣的來代替它 比如說majority of就是most in order to就是to就好 in regard to就是regarding about就好了 哒哒哒哒哒哒 好不好 好 沒有的話就是在quiz 直接給大家練習 就是了 那再來還要避免criciate criciate 這邊要打這樣才可以 avoid cliches 那criciate是什麼 criciate是一些流行語 然後有時候有些俏皮或有一些不太 那我們在科技寫錯通常也會要 要避免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那這個我就不特別舉例了 然後再來一個很重要的是說 這個focus on the real subject 這個我們通常的感受性比較差一點 但是英文的讀者就會很重視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好像覺得說主詞不重 就是我只要意思表達得對誰是主詞 或不是很重要 但是在英文的語意裡面表達 這是有很不一樣的 因為他們很重視句子的結構 然後明確的主詞可以明確的傳達意思 好 我們之後在講這個段落的連續性的時候 會強調說假如你在一個句子裡 這個一個段落裡面呢 用一些連續的主詞 你可以保持這個段落的coherence 然後你讀起來會比較容易 OK 那我一樣舉個例子來講 好 好 這是跟化學有關的 但是這邊空間不夠了 我們把它寫來這邊來 那你可能真的還在 paper 上面 真的看過這樣子的東西 如果 철 size的東西 所以它寫 Helen 都有入錯誤 因為它寫 challос的 一個生存的 所以說 這個位子 是 Detected DECTA Detect DETECD TEC Detect TED OK, sorry about that 這裡看沒有什麼問題 The presence of a cis memory was detected 所以我去做一個實驗 我要測看看這上面有沒有一個六元環 我測到六元環 我測到六元環的存在 OK 那事實上呢 你沒有強調你的主詞 是什麼 因為這個時候你的主詞是 Presence of a cis-membrane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講 A cis-membrane A cis-membrane A cis-membrane A cis- was detected 這不是更直接嗎 因為你直接強調一個六元環 在裡面 所以對我來講 你可能覺得不是差很多 但是這邊強調了這個主詞以後 強調這個主詞以後 接下來文章後面在一個英文的寫作裡面 這個主詞就會馬上抓住讀者的注意力 那這樣子你後面再提到類似的東西 或跟它對比的東西 才會特別的清楚 OK 所以不要想說這個寫得比較fancy 或這個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好 那應該接下來是將近最後的 所以你永遠要想一想 這個主詞是什麼 那其實主詞通常我們會放我們最想強調的東西 所以主詞在英文的句子的結構裡面 是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那一定要做強調的 一定要強調 好不好 那我們focus on a real subject 所以同樣的我也要focus on on the real verb 動詞 動詞也是重要的 你用什麼樣的動詞 你用什麼樣的動詞 也是重要的 好 那這個用什麼動詞有時候要去選擇 有時候選擇一個好的動詞 能夠更好的穿搭你的意思 那哪些是好的動詞 或什麼樣的動詞呢 其實要choose active active verbs 所以有些動詞它的動作不明確 或者它的語意呢 有就是不明的不清楚的地方 那我們要避免利用這些動詞 然後我們要選擇用active verbs 那這個等一下會 其實在handle裡面也有一些建議 那等一下也會給大家看一下 哪些是好的active verbs 我們應該是要盡量利用那個list上面的這些動詞 好 那最後有一個是avoid sexist language 所以就是不要有一些不恰當 不恰當的這個語言在裡面 當然就像我們寫作不應該出現髒話什麼一樣 好 那這邊其實也跟你講說 因為我們的結構主詞跟動詞是重要的 那至於主詞動詞以外 接下來做了什麼事情 那個通常就不是這個spotline 所以我們要寫作要清楚的傳統的意思 選擇好的選擇正確的主詞 選擇正確的動詞是重要的 好 好 那接下來我就不用黑板了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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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